2013年1月至12月 差不多整整一年的时间 我在立法会办公室 每星期录影一集历史在笑 主题是五四运动与中国 每集一小时在myradio播出 五四运动与中国总计播出45集 内容包括五四事件 新文化运动 文学革命 大学滞走 人物与思潮 103年前的五四运动 固然是北京学生 外国民主运动 也是疑风逆族的 中国新文化运动 当时是一个思想解放 兼育并包的时代 港共政权教育当局 揣摩北京意志 最近已推动新时代国民教育为美 搞思想改造的洗脑勾堂 配合中共的权党制 顺化奴化香港的中小学生 为了抗衡港共政权的思想改造教育 五四运动与中国45集节目重新制作 配上中文字幕 9月1日起 逢星期一、四 晚上七点钟 在MyRadioYouTube频道播出 敬请各位新知九语 收听、收睇和付费支持 多谢大家 收听、收睇和付费支持 毓民踩场 现在和你否释政治 Hello 大家好 欢迎收看毓民踩场 今天是2023年的7月3号 这几天大家都在这里说七一 26周年 今年的7一 大家看到很清楚 政府怕你们这些人出来游行 哪个人出来游行 恐怕你们出来搞事 哪个人出来搞事 真是 自己天天都在哭 但大家都会回顾一下 尤其是过去三年 今年的七一比较特別一點 就是在外國很多傳媒 都做一些專題報道 它不是說回歸26週年 或者香港主權移交26週年 而是說國安法實施三週年 香港變成什麼樣子 我在香港時間7月2日 美國西岸的三藩市 7月1日 我就有一個連線的論壇 很多人參加的 大家上網可以找到的 我就錄了一段 29分鐘的聲音檔案 傳給他們 他們在現場就播了出來 我主要是說國安法實施三年 接著現在又說要23條立法 23條立法其實都是等於立一個國安法 不過那是真真正正的 就是香港國安法 香港國安法不是針對香港的 又是要維護國家安全 這個國家就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大家比較熟悉 23條很清楚 2003年董建華就23條立法 根據基本法第23條 特區政府應該自行立法 禁止七種罪行 這些七種罪行包括半年 和宣動和巔峰中央人民政府 盜竊國家機密和外國政治組織聯繫之類 加起來就有七條 我們就做了一個分析 這個基本法23條立法 其實都是立一個國家安全法 但是根據基本法 就是香港特區政府自行立法 然後香港特區政府自行立法的意思 就是他要送去立法會 三讀通過才行 所以前面要經過一個 在立法會首讀二讀的過程 但是都遭遇強力的反對 2003年的時候有50萬人上街 嚇到田北俊就馬上退 令到老董要撤回這個國家安全法 根據23條立法的法律 到了2019年發生這場 反送中運動波蘭作寬 共產黨就拿著這個藉口 我幫你立一個國安法 因為共產黨他認為 2019年會搞到這麼厲害 就是因為有外國勢力 有外部勢力 還有香港有人要搞訓練 他只拿著這兩件事 至於那些反對派 過去反對政府或者批判政府 他從來都沒有想過要用 顛覆國家政權這條罪 是假設於這些所謂和理非的 泛民主派人的頭上的 老實說 他都順便做了一條 叫做顛覆國家政權罪 OK 即是說你批評政府都不行了 很簡單 然後還有一條叫恐怖活動罪 看到那些小孩扔汽油彈 今次你扔汽油彈 遲些你可能就買些金火進來 炸這個中聯辦都可以 這個就是一個極權統治 即是那種適例內任 你明白 其實就是這樣來的 香港話畢竟是一國兩制 有一部基本法 我們有獨立的貨幣 我們去參加APEC 也是以一個獨立的經濟體 或者獨立關稅區去參加的 你參加奧運就是用中國香港的名義獨立參加 我一個叫做山東中國湖南 中國上海就是參加奧運 這就是一國兩制 還有你有獨立的貨幣 你不是用人民幣 港幣又要跟美金掛鉤的 這就是維持香港的五十年不變 令人們不要害怕 一國兩制其實也是OK的 但是 但是經過2019年 再來過2020年立國安法之後 共產黨全面操控香港 所以現在你看到它的做法 雖然是三年 這三年 可以說作惡多端 以及將香港 由一個高度自治 相對來說 比起中國大陸 叫做一國兩制 港人治港 或者國兩制高度自治 就變成一個黨國體制極權統治 就是共產黨主持 所有香港特區政府這些官員 他們不用做另一件事 做一件事就可以了 爺爺想你做的你要做 爺爺沒想到要你做的 你也要先做 爺爺 爺爺 每一天的工作就是這些 你看這個 李家超做過一年 行政長官 每天都哭得害怕 今天下午 警方國安處 開記者會 這個國安處的總警司 這個人之前是高級警司 李桂華 就因爲有個國安法 他是國安處的高級警司 就因爲抓得人多 包括抓那班泛民 47個人 抓黎智英 全部都是這位高級警司 李桂華大隊的 現在就升了做總警司 下一站就是助理警務處長 所以香港現在的警察 就是法西斯警察 百分之一百 法西斯警察 年輕人不知道 什麼叫法西斯 上網查一下 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 極右派 包括納粹 和意大利的法西斯黨 這個叫法西斯 我經常形容 今天的中國共產黨 它不是真正的共產黨 它是封建 法西斯 布爾什維克 三維一體 封建就是中國傳統那種 封建 家天下 接著就是 法西斯 極有的 這個是 國家主義 共什麼產主義 又是布爾什維克 又是共產黨 所以叫做封建 法西斯 布爾什維克 再加上有了市場經濟 產生很多有錢人 貧富懸殊 變成了國家資本主義 貧富懸殊 這四個 term 就齊了 在人類歷史上 前所未有 所以香港 有了國安法之後 其實我們 在2020年的7月1號 我已經預告 香港 從此走入一個黨國 體制極權統治的 黑暗世界 現在就是了 好了 李桂華這個總警司 下午開記者會的時候 他宣布什麼呢 通緝八個人 那這八個人就是 包括 前兩天都和我隔空同台 不過我是聲帶的 袁公義 他也有份參加在三藩市舉行的 《國安法》實施三周年 《香港究竟失去了什麼?》 一個這樣的論壇 又有些大陸民文人士 有很多人的 有十多人 有份說話 那個研討會都說了很久 我沒有看回 因為時間不適合時差 那些人又會 接著會傳回那個過程給我看 我那段二十九分鐘 我不知道他有沒有剪刀 我已經是 因為計算過 有很多人發言 我說十五分鐘 我又不夠 我說了二十九分鐘 在現場 那些人就傳給我看 有播那段聲帶的突然 是不是播了二十九分鐘 我就不知道了 OK 那袁弓宇是有份的 袁弓宇當然是在會上講香港議會 那袁弓宇為什麼會被人通緝呢 袁弓宇這麼厲害 他當然不回香港了 他在美國 他跟共和黨關係非常好 那他就因為要搞一個香港議會 還要投票 選這個香港議會的議員 說明這個是流亡政權的 有朝一日 香港光復呢 就殺回去組織政府 很厲害 那這個擺明是天覆國家政權 大哥 用任何一個角度來講 共產黨的角度 一定是通緝你了 是不是 天覆國家政權罪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那這兩個呢 就是很清晰的 就是共產黨認為這個人 是不是 你之前在美國也好 其他國家也好 你就不斷游說外國政府 去制裁香港的官員 你明白嗎 是不是 那麼他 跟這個蓬佩奧 是很朋友的 是不是 我記得 我上次去年去美國的時候 我有個同學 我中學的同學 那麼他在灣區又開了一間高級的西餐廳 那麼蓬佩奧呢 就在那間西餐廳裡籌款 募款 準備要選總統的第一次 在那裡籌款 就利用那間餐廳來籌款 那麼我同學 他是一個回計師 他是有股份 還有他管那間餐廳的 那麼袁弓儀呢 就去找我這個同學 那就是 要他幫這個蓬佩奧 那麼 所以他跟共和黨的關係 就非常密切的 那就是共產黨 老實說 他這麼多線眼 很清楚的 是不是 但是他也都 這位 這位老人家都很值得敬佩的 他採這個傻 他照做 是不是 但是 對於這個香港議會 就是我自己就 他實際的情況 怎樣操作呢 我就不太清楚 但是他有發出資料來給我的 怎樣投票 怎樣很安全 那我又 我又 我 我又不可以用樂觀其成四個字去看 但是 這個畢竟都是一種抗爭的方式 對吧 就是在海外 那當然這一種方式 共產黨當然就 牙癢癢 尤其是 你和外國關係這麼密切 對吧 那你這個 那個 Hong Kong Parliament 那 那 是不是又是外國勢力呢 那他當然 就是這樣想的了 那所以 袁公儀 被通緝 大家都不會覺得奇怪 因為之前呢 他一天說 搞香港議會 何良某和他 都被共產黨點了名的了 對吧 那所以今次 就是我看到 那個名單裡面 有袁公儀 那我就一點都不覺得奇怪 一百個人 有些都是我們大家都很熟悉的 對不對 郭榮鏗呢 現在就在美國做律師的了 他是很早走的 OK 那他的黨友呢 就幾個主要的 全部都在坐牢的 就是 還押監貨 包括郭家琦 和這個 譚文豪 和 Over my dead body 楊岳橋 真的 這個真是陰公 一有議員操 跟著 做一年多貨仔 就坐牢了 真是 真是厲害的 這個是做的 湯家驊的位 這個真是大吉利是 是不是 你是接湯家驊的位 你那個是 世紀級人渣 天天被我罵的 是吧 罵到他跟我反了面 你知道嗎 那郭榮鏗呢 比較早就離開了香港 因為他 真是兒子老婆亂 他自己做這個打算 其實都是很合理的 男兒天職補家卷 是吧 這麼年輕 是吧 現在在美國 還在做律師 那 許智峰 許智峰 他也有幾件案子在身 神早就被通執了 已經是 羅冠聰就不用說了 那羅冠聰是什麼呢 一定是說他勾結境外勢力的 對不對 大家都知道 在2019年也好 過去這兩三年 他都經常在外國的傳媒上 曝光 講香港問題 也跟外國的國會議員 包括在歐洲 和美國 他們都一直有就香港問題 大家去交換意見 所以這些在共產黨眼中 就一定是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那個不是冤枉的 就是相對來說 那個你也說 我有表面證供 那你是跟外國 國會議員 外國政府 就香港問題 提出意見 叫他們制裁香港 這個可以叫做 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外害國家安全 在共產黨的角度 至少依他 那個所謂國家安全法 都勉強說得通 但是煽動分裂國家 我覺得真的有些問題 他根本不贊成港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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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泛民來的 這些是 很清楚 我們最清楚 這條罪相對比較怨望 但是沒有所謂 他們 在羅冠聰的角度 他現在是流亡 都是為了香港 然後 流亡就好像其他人 去做御工 有些事情可以做 做的更年輕 是吧 郭榮鏗 許智峯 羅冠聰 任建峰 任建峰就是 一個律師來的 也是 他有一個組織 就叫做 這個 我們看到一些 說他香港政治人物 他哪一份是政治人物 真的 不過他有一個 叫做 法政會司 一個這樣的組織 那他那些人 當這是政治組織 那這個 都是 民主派的 就是 法律界人士 可以這樣說 那現在 通緝他的罪行 就是勾結外國 或者境外勢力 危害國家安全罪 那 除了他之外 還有 郭鳳儀 郭鳳儀 其實是在 美國的 那他是 華盛頓 這個香港人組織 香港民主委員會 是吧 HKDC 那他負責去 遊說 唱義 搞很多這些活動 那另外一個叫做劉祖迪 劉祖迪 劉祖迪就是 這個連登 應該是連登 討論區 這個 我要攬炒 那個是 這個九十後的 這個年輕人 那他有個名字 叫做攬炒巴 是出攬炒戰略 和建立一個fight for freedom Stand with Hong Kong 一個這樣的團隊 那在2020年的10月5日 在網上公佈自己的真實身份 就是現在這個名字 就是劉祖迪 是吧 那現在 又是其中一個被通緝的人 那 其實他現在 就是 人在哪裏呢 好像是在新加坡 是不是在新加坡呢 不知道了 之前就說他在新加坡 那新加坡也危險些 如果通緝你 是不是 跟中國的關係這麼好 是不是 這個呢 就是 用回共產黨 批評美國的說法 哇 你不就是伸長手臂 是不是 你說 我 有境外那個 就是 域外的管轄權 那你去抓人 是不是 那時候 你可以透過國際刑警 現在沒有人理解你 嘛 因為自從有了這個反送中運動之後 有很多國家原本和中國有互相引渡罪犯的那個協議 很多都已經取消了 是不是 只要他們 現在 的人 或者他將會去的地方 都和你中國 沒有這個所謂引渡協議的話 你不能搞他的 OK 所以他們坐飛機等等 各樣都應該要小心一點 是不是 如果香港過境千萬不要濟 國泰人一定不要坐 這樣簡單 那些中國航空公司全部都不可以坐 你別傻傻傻 上網找班機的時候 一定要找那些英航 家航 美國航空公司 找這些 其實我想他們都會聰明 這些 還有 譬如蒙兆達 我覺得 你真是通緝他 是不是 這個就是 仁哥 職工盟的人 是不是 那你通緝他什麼 我現在不明白 是不是 嚇得嚇 現在就是 那其實我覺得這個也是 做一些阻嚇的作用 那嚇一下那些現在海外 就是流亡海外的那些名人 台灣也有很多個 那桑普你不通緝他 他在香港 喂 他籌錢 籌了錢 你就幫台灣的手足 是不是 那這很明顯 是不是 那你不動他 很奇怪 我覺得 因為他在北京大學讀過 是不是 那當然不知道他什麼標準 那什麼時候輪到我們這些 在這裡用言論 每天都在破口大罵 那現在你計算一下 沒有多少個 好像我在那裡這樣破口大罵 如果 他們那些有實際行動 是不是 聯絡那些外國政要 各樣 是不是 那我 我在那裡說話 是不是 那我每天都在罵共產黨 罵香港政府 罵都沒有人看的 那些人害怕 不敢看的 OK 是不是 那遲早輪到通緝 我們都不出奇 大家看他 step by step 到哪個地步 沒有人抓到沒有人抓 通緝都沒有人要通緝 那你找些 找些 找些 就算不是那麽實在的 沒有案子 因為 這裡 八個人裡面很多都有案子 是不是 但是anyway 就是我們都叫流亡 是不是 我不能回香港就是流亡 是不是 沒有分別的 我和他們有什麼分別 是不是 還有我們繼續在那裡發聲 我們現在不是不說話的 我們不是好像有些在那裡 那些不說話的 那些是參加 政府 民進黨 舉辦的那些研討會 去佈下江 那些 那些教授 不用開名字 是不是 那他在那裡幫到那些香港人 是嗎 是不是 那你就在那裡回顧 看看香港是怎樣 可以說什麼 我們不是的 我們就時事 每天發生的事情 在那裡破口大罵 大佬 開名字 我早兩天踢爆去 罵過鄭國 鄭國漢 大佬 不對就走 不對就大量來 這樣 現在要換血 換人 你消滅 其實就是等於消滅香港 因為那些九十後千禧後 你不能洗腦 就算他留在那裡 你現在開始洗腦 從幼稚園開始 這樣搞得來 天都黑 搞得來 共產黨就跨台了 大哥 是吧 但是 在香港那些 你怎樣跟他洗腦 現在香港那些 最多不出聲 是吧 要是那些 喂 就投靠你 那些 就比以前更加 更加積極 沒有用 沒有對手 被你打壓 沒有得比較 你有些民主派 有些反對派 你都說比較 可以看到 你周庸呀 屈永賢呀 有用 是吧 比對嘛 如果沒有了 清一色 你應該要打自己人 是吧 你現在屈永賢也好 周庸這些契弟也好 你一定要 罵李家超 或者罵其他人 你自己打自己 才可以突顯到 你的地位 你的存在 你現在有人被你打 你打空氣 除了一條瘋子 李家超 天天口中念念有詞 遠對抗 有人要破壞香港 不犯法 不代表 不危害國家安全 瘋了線 這個 基本上 一定是有精神病的 我現在告訴你 天天就在那裡害怕 這個 我留下一次再說 另外呢 就是 我現在說 回國安法那裡 因為這個數據 其實都 都要跟大家說一下 國安法實施了三年 是吧 拘捕了二百六十人 其中一百五十五個人 和五間公司被檢控 已經審完的案件 有六十六人次 即是六十六個案件 因為在那一百五十五人 和五間公司被檢控 有些案是正在審的 有些可能還未排期審判的 大家搞清楚數據 三年拘捕了二百六十人 第一個呢 就是唐英傑判 判九年 那個是快領正判的 OK 然後呢 審了的 定罪 在審的六十六個人次裏面 或者六十六個案件上法庭的 是百分之一百定罪 這個定罪率是高的 是吧 那時候呢 我們對香港法院的認識就是 裁判處的定罪率是最高的 跟著才依次遞減 按照不同級數的法院 到這個 就是去到這個高等法院 那個定罪率相對來說 又低於裁判的 都上訴庭就更加了 一直上 定罪率最高的 一定是裁判法院的 我自己兩件案 都是在裁判法院被定罪的 是百分之一百 所以你看到這個定罪率百分之一百 你就知道四十七人案 這四十七個人 一個都走不了 所以我們也很同情 其中有三十一個人是認罪的 是吧 沒有契犯的 大哥 喂 你搞差不好 到現在四十七人 我審了七十幾日 是吧 跟著還有十幾個被告 十二三個被告 都還未被口供的 在法庭 你上庭被口供 跟著控方要 叫 cause examination 交叉盤問你 是吧 你自己判法律師又要引導你 跟著那個法官又要問你 每一個被告 在法庭 起碼佔四五天 你就跟我計算一下 還有多少天審 是吧 所以現在這個估計 我又跟香港有些律師談過 他說起碼都審到今年的年底 或者明年的年初 那如果審到明年的年初 就是告訴大家 2021年被捕的這一班人 現在不能擔保那三十幾個 是吧 基本上 就等於 未判 先錯三年 那就是告訴大家 他們的刑期 最少都三年到五年 最少最低 我估計 那些首要份子 譬如大耀廷那些 起碼十六 所以另一宗 我現在還未開檔 就是黎智英那一宗 黎智英呢 就不用想的了 起碼 十年至十五年 所以你看到三年 拉二百六十人 一百五十五人 和五間公司被檢控 看回之前有六十六 六十六宗 法庭的 全部定罪的 一個都沒有放到 是吧 即是當一個法庭 它的定罪率去到百分之一百的話 尤其是這些政治性案件 定罪率是百分之一百 那顯示什麼呢 顯示這個就是一個極權社會 這個是一個最好的指標 喂大哥 香港是普通法的 是吧 疑點利益歸被告的 那個benefit of doubt 還有 是無罪推定的 現在全部都不是的 因為那個審訊的程序 那個寧訊的程序 那個寧訊的程序 跟我們以前 就是 香港的普通法庭 是完全不一樣的 第一 你去高院的 這些國安法案件 是沒有陪審員 OK 三個 指定法官 去審的 那你哪有運行的 你告訴我 是吧 還有 沒有得保釋的 是吧 那這些數據呢 都是值得注意 不過我又要提一件事 其實在這260人被捕 或者現在被檢控的那些人 就不是全部用這個國家安全法 那4條罪 現在告得最多的 一定是顛覆國家政權 串謀 顛覆國家政權 分裂國家 分裂國家相對比較少 顛覆國家政權 是最多的 跟著就是 勾結外國勢力 那恐怖活動呢 那恐怖活動呢 就告了一個 其中一個人的其中一項罪名 就是這個唐英傑 他有他的電單車撞過去 那就恐怖活動了 你721那些就是恐怖活動 OK 那個是恐怖襲擊 除了國安法告 還有就是 現行刑事條例 那些過去 就是港英時代的惡法 避而不容的其中一條叫做 串謀煽動意圖 或者煽動刊文 現在都是由國安處去抓人 國安處隊上法庭 就在這260人裏面 所以這個大家要搞清楚 好 休息一會